就是可以把Ctrl Shift向右向下就OK 所以我们最后把这边从头到尾再做 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请你把清单先建 这个性别这个年龄一直到后面总共14个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原来的那个问卷调查复制一个 从这边开始 然后插入函数呢先用什么 先用那个检视与参照VIR函数 那查什么呢 查问卷调查里面的B2 去哪边查呢 其实你可以先填完下面问题 因为下面这个都应该没问题 最难在这里 你可以点这边一下 或者你干脆把那个字打上去就好了 所以像我的习惯 因为这个字 这个Internet函数还蛮常用到的 所以我就把它背起来 然后呢直接刮糊 跟他讲说我的名称在这边 你帮我把这个名称改成一个范围 再来的话就是说因为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那也会先向右再向下嘛 所以呢记得 向右的话呢 这个B会变成3 B会变成C啦 会变成D 那你不能前面不能锁起来 如果锁起来都一直变成是找性别 OK 那另外向下的话呢 要能够固定在第一列 所以记得把1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 OK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样就打完了 OK 所以你刚刚如果有出错的话 再确定一下 反正以后呢 你就可以很 第一个当然熟练它啦 第二个的话呢 能够理解它 也不用死背 因为这种东西背起来 没意思 背起来的话 你下一次也不见得 会能够还记得 因为像这种东西很快就忘记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按确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向右 向下 就完成了 OK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录制聚集 因为我要怎么样 先把这个做完之后 旁边我希望做两个按钮 按下去自动完成 按下去清除 那怎么做 第一个啦 我先把这个范围 先加框线好了 A1Ctrl 向右向下 全选之后 常用里面呢 找到那个其他框线好了 那框线就是变红色好了 红色的线 依色彩 所以记得 应该这个 所以以后啦 为什么要叫各位去考证照 其实你考完证照之间 你都熟到不行 因为你要能够拿到证照 这些如果不能熟练的话 你是拿不到证照的 因为我自己去考过 我知道 那个简直就练到直觉 为什么 因为它考试题目 一个小时要做 叫你做五题 五题等于是根本 你就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你看到题目就要知道 怎么把结果给做出来了 你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 所以那个不是说 只要 会 还要很熟 而且它熟到不行 看到马上就要知道功能在哪里 你不能说 这个到底在哪里 这个 这个公式要怎么写 Internet要怎么拼 不会拼 那就不行了 那你可能就是去缴报名费而已 最后还是没有给你证照 OK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想想看 怎么把自己的功力提高 那这边的话 就是一二 外框 内框就好 外框 内框点两下 这边就有框框 按确定就好了 那这样就有框线了 那再来我们就可以录制聚集 开发人员 所以请你把开发人员叫出 还记得吧 上面的箭头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这边有开发人员 预设是没有打勾 你就把它打勾 打勾 好 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 利用什么 录制聚集 那录制聚集 基本上 先不用把公司拿掉 因为到时候 他反正会把公司录进去 所以我们要录两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 就是录制聚集 那先记得先彩排一下 一放在这边 二拖拉过来 要先输入公司 再来就是把游标 放这边打勾 然后向右拉 再向下拉 这样子 OK 好 彩排一下 再来就是 把它 那个 删除掉 游标先放外面 不要先放这边 你要把它录进 游标先放外面 点它一下 所以点的动作也要录进去 那录制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 我们叫做 问卷调查好了 问 问卷调查聚集 问卷调查聚集 好 按确定之后就开始了 因为我要 重做 让它重跑 我看它确定 一 游标放在这边 它会录一行叫 Range B2 然后游标放这边 打个勾 它会把你的 formular用 R1 C1的方式 记录下来 然后呢 向右拉 它会帮你向右填满 快点两下 好 这样OK了 请你再什么 停止录制 再来的话呢 游标再点外面一下 清除它 怎么清除 录制聚集 打一个清除 1 游标放这边 一样 2 Ctrl Shift 记得用快速键 你用滑鼠 也可以但滑鼠 动作将来又固定的 而且容易出错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键 好 这样的话完成 停止录制 那 最后的话 请各位 在这边 插入按钮 还记得吧 我们好像前面有讲过 然后按下按钮 点这个拉一个大小 找到问卷调查聚集 把它Ctrl C 确定 然后把名称改成叫问卷调查 然后 这边的话把按钮复制一下 因为按钮会比较一样大 然后把这个按右键 指定聚集变清楚 然后把他名称改一下 好 最后关键时刻来了 按一下他完成 按一下他清除 就是这样而已 OK 按一下 看看能不能成功 按一下 成功了 按一下 清除了 OK 就是这样而已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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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